我的心里一直是惦念着受灾地区和人民 这一次的灾情是百年不遇 也遇到了很多前所未有的困难 但是通过我们有效的组织支持救援 把损失降到最低层 对这次灾害中付出生命牺牲的同志们 我们将永远缅怀铭记他们 感谢大家